姜濤的綜合新聞報道 Grace姐 這位女網友 我也想問一句 你想搞到這件事搞多久呢 人家姜濤都收了口 現在姜濤在社交媒體已經消失了 你還要再出一段聲明出來 一段聲明去再回應姜濤的回應事件 不是講咪嘴 是回應姜濤回應的一事 本來大家都開始忘記你了 人家都開始忘記姜濤回應這些 你又要昨晚搞了一封聲明出來去說 然後裏面的字眼是挑釁 挑釁整班姜濤 你其實是想把事情沒完沒了 你想把事情推上 學人家所說 你想把這件事火起 沒辦法了 高等仔成全你了 老實說一句 老實說一句 人家姜濤第一回應你都不是一個罵 他真是一個真正的回應 很平淡 一個很normal的回應 你現在這件事件都開始沒人提你了 你又要出來搶風 你又要出來搶風 故意出風這樣的信 真的很奇怪 我自己覺得現在這個世界的運狀 特別這個網絡世界的運狀 真的很奇怪 不要緊 高等仔一會跟大家分析 究竟發生什麼事 如果大家通常都會知道 這件事沒理由不知道 但不知道也不要緊 高等仔會跟你詳細說 發生什麼事 好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讚好這段影片 還有留個言 一個心心一個笑容都可以 最重要是課金支持 十聯八塊 非常之重要 因為你們課金支持 可以為高等仔這條頻道 帶來正面的數據 讓這個YouTube 就不會因為這些haters的攻擊 去對這些我們的影片 上片出完那個困難 又要進行一個 加強審視 所以近來高等仔面對的困難 是非常之大 相片是出現了很大的困難 所以希望大家幫不幫手 求大家幫幫手 十聯八塊 不是多 但是要大家幫手 每一段影片都幫手 課課金了 真是要儲好一些好些的數據 去力抗這班haters 不要令到他們為高等仔封罪了 好 好 昨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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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Grace Grace 我現在才知道她認識這個 這個 但她叫做 EstherGrace 這樣 出了這個post 好 好 我先說一下 究竟 從結論開始 我的結論 就是說 這個Grace 似乎 感受到那種 哇 即是 拍著姜濤的那種 人氣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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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的 即是她感受到 哇原來受萬千人關注 那個感覺是多麼良好的 是吧 原來人紅了是多麼 那個心是多麼開心的 似乎她 即是感受到過這些貼頭呢 似乎呢 她就想這件事 沒完沒了 那她就特地在琴瑪呢 就出了一份聲明了 那我們看一下 那這份聲明呢 那這份聲明呢 在各大的 腳頭group那裡呢 已經是 即是 風傳的了 那大家可以去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不知道今天 那些黑媒 會不會就著這件事 又去 又去報道啦 那不過 即是 官仔就 美與囚謀 是吧 阻止了一些 就是 惡事發生 OK 那這個 原來叫 Aster Grace Yuen 傳名的 那她就說了 公告了 她就出了一篇 公告了 那她就說 本尊 知道當晚已被人偷逃 開假帳 那我不知道 偷逃我就知道 但是開假帳 我不知道 她說 她也早預計了 會有人冒充身份回應 本尊無法了解各個情況 我都了解不到各個情況 Grace 喂 你 預計了這麼多 那你有沒有預計到 你在姜濤的社交平台這樣去留言 去攻擊 和說去咪咪咀這件事 其實你有沒有預計到 都是會被人說 是不是 你這麼神通 OK 好了 那她繼續說 我繼續說這個公告 她就說 當晚 雖然很震撼 也都很亂 只為了減少不必要的誤會和 再太多攻擊 還有出於保護各人 是吧 希望早日回復平靜如常 而IG轉名和設定 但是連日呢 繼續受到這個姜粉的追擊和打擾 根本是改名都沒有用 喂 我的心想 你肯定我都是姜糖來的 對不對 喂 這個世界有四個字 那小孩子教你 以一個前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叫做 有少許社會經歷的人 和你 四個字 借刀殺人 我告訴你 Grace 入得你 IG攻擊 或者是你的社交平台攻擊那些 未必一定是姜糖來的 我公道點說一句 可能都會有姜糖 入你那裡留言 這個就肯定的了 喂 但是全部那些惡而惡行 你也都不能夠 入了姜糖掃的 我告訴你 姜糖掃的 我和你講一句 可以 我講得白點 可以是姜濤的敵人 去留言的 甚至是姜濤敵人的粉絲去留言的 是不是 特意說我是姜糖 應該很不滿意你 Grace 不得不知所謂 留些這樣的言 傷害我們的偶像 說這些的人 未必一定是姜糖來的 我就是要一再澄清 他們可以是 他們可以是 其他的人來的 他們可以是一些 假扮姜糖的敵人來的 所以 這件事情 你真的不可以 不可以入了姜糖掃 你說那個兒子 我那個兒子的牌頭是姜糖 我真的用我的頻道去講 你可以identify我身份的姜糖 但是 你一個留言 是吧 一個留言罵你也好 或者對你很無禮去回答你也好 我那些都未必一定是姜糖的所謂 我真的要很 很 衷心 即是我要很衷心的跟你講 這件事情 即是子其一 這樣 還有你說改不改名這些 其實是真的沒用的 我也同意你 OK 好 繼續看一下這個 Grace的那個 她說 一旦為免再有花生料 令這個事件繼續發酵 暫時不會回應什麼 而突出這個公告 以正視聽 除了是為發表這個公告外 而表達之外 你說什麼 而這一個月 本專會神人 基本上不會接受或聯絡任何傳媒的人士 如日後再有什麼回應都可能是假的 這樣 OK 喂 你都說神人一個月 這樣 這一個月之內 那肯定是假的 什麼叫做 什麼回應都可能是假呢 那回應就一定是假的 你這個月說神人 即任何 有關 Grace 或者Aster 或者淵 的人 有任何發表的言論都是假 我明白 這些不是可能是假 是一定是假 在你的前設之下 好了 他就說 希望事件的影響和攻擊欺凌 可真的會停止 無論是欺凌攻擊我 還是姜先生的 我都不喜歡 一樣的難受 是嗎 你感受到姜濤的難受嗎 從來討厭欺凌 也反對欺凌 這一點是沒有改變的 好了 雖然到今天 我仍然希望 我仍然覺得很震撼 和無法了解 為何這些事會發生 但是只是說 希望姜先生 和我都可以各自身心安好 也許大家都不可守 也許都仍很大壓力 但願可有空間可以冷靜 自願身心 祝福他也請保重 在最後 也多謝各界關心 和支持我的朋友們 真心多謝你們 大家 抱歉可能形狠亂 打得一九九九 希望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多謝大家 祈禱 好 就在昨晚發了這個公告 這件事昨晚就非常火起了 火起了 很多姜濤群組就封傳這篇文章 我也多謝大家的觀眾聽眾 哇 這篇文章有二十幾個人 二十幾個人發給我 但也好 你們千萬不要想 我不用發給高端仔 有人發給高端仔 千萬不要這麼想 有什麼事要繼續發過來 我自己也是 因為我的觀眾聽眾發過來 才知道有這篇文章的存在 之前 因為我其實沒有當著Grace 所有的社交媒體去留意做些什麼 其實老實說 我沒有 第一沒有這樣的時間 沒有這樣的興趣 但是我現在有興趣了 因為Grace 我發覺她是一個有趣的人 一個非常有趣的人 是不是 喂 真是有趣 這個 她說自己是SIC 幫助了很多人 但是我看公告的質地 質素不像 我覺得她是一個普通網民 而且裡面都牽涉一些邏輯謬誤 老實說 你如果作為一個比較有理性和邏輯的人 因為你是幫人的 你是SIC幫人的 你應該都想到 你心理學應該都想到 你現在出一條這樣的公告 老實說一句 肯定是有多人 就著這個咪咪咀 應該這樣說 就著這個姜濤回應女網民這件事件 又淋上火水了 是吧 喂 正如我剛剛這條片都所說 喂 現在其實大家都開始忘記了 大家都開始忘記了 Grace這個人 甚至是姜濤回應這件事件 其實現在最主要是 幾件事是記住姜濤的 第一件事就是 當然是咪咀事件 第二件事就是 投票那樣 即是很多的狀況出現 這樣 是吧 第三件就是姜濤 現在那個去向 或者那個心態 的心情應該是怎樣 其實這些是說大家關注 至於你說去回應女網友那件事 其實老實說 其實開始都有點忙 因為香港新聞不過三天 三天之後 基本上大家都忘記 除非很大件事 我又不覺得去回應你那件事 是很大件事 但是現在不是了 你又出了這樣的聲明 你又回應了 最近發生了這麼多事 而且更加重要的 就是這個這樣的聲明 這個這樣的聲明 是衝著姜濤而來 我剛剛都已經說到了 你作為一個 你一個想平息事件的人 我就是一個很善心的估計 你出了這樣的聲明 除了為自己說話之外 你還是想這件事件平息 但是第一件事 你裏面那篇這樣的文章的內容 已經是令到這件事 可以更加再有一個爆發位 就是說你覺得是受到這個薑粉攻擊 追蹤 打擾 甚至是因為這群薑粉 就是薑糖 你又不是用薑糖 好笑 因為這群薑糖的追蹤 和打擾 連你自己的IG都改名了 但是覺得還是沒用 繼續受到別人攻擊 是不是 也都說這件事繼續發酵 喂 你不出這份公告 就不會發酵 是不是 人家姜濤都沒有 都沒有進一步去再說些什麼 也都別人道歉了 是不是 別人道歉還想怎樣 還有我覺得 我也是前幾天的立論 我很少改變我的立場 我覺得姜濤是 就這件事是不應該 不需要去道歉的 老實說 道什麼歉呢 他有什麼錯呢 對不對 老實說 他回應你 我這句話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我那段訊息 姜濤回那個文 他根本是沒有任何去責備你 嚴厲批評你的意思 他都是想這件事好 他都是想跟你說清楚這件事 就是不要讓你有誤會 或者不要再這樣下去了 對不對 喂 至於你說之後 之後 有沒有姜濤 對於你這些言論 去批評你 或者入你社交媒體去 去吵你的 我不敢說沒有 但是你也不可以把所有東西 都入了姜濤的 是不是 喂 這個世界在網絡上面 是不是 誰說什麼 用什麼身份 你不知道 是不是 喂 我這分分鐘是其他 我的鏡粉 是不是 打算借你 去打擊姜濤呢 那現在好了 現在好了 他們 叫做得逞了 是不是 他們用其他的身份 說自己是姜濤 其實就用其他身份 去 叫做 屈姜濤 是不是 去回應你 喂 那我去你的post 留句粗口 然後就說 我愛姜濤 然後XX交叉你 這樣 喂 那你下意識 那你當然覺得是姜濤 但是 以你如果作為一個 去幫人 那我相信你也有一定的邏輯分析 和理論基礎 喂 你不是人心 就是這些那麼掀摩 奸摘 你會 一點概念都沒有 是不是 喂 你也都知道我的 未必一定的姜濤 來的 是不是 喂 這些基本事 你不要說 高不高等仔 你不要說 所以一個很厲害的智慧 喂 想都想得到 這個網絡世界 有什麼人 什麼身份 你確定得到 對不對 但是問題上 就是說 你 現在出了這篇文章 那就肯定 我告訴你 肯定沒完沒了 你啊 肯定有些人 繼續走進你的IG 那裡搞事 那你 其實這篇文章 一來 就會令到大家 姜濤 就很生氣 二來 就說 令到一些有心人 咦 原來 在你的IG那裡留言 可以令到你這麼激動 是不是 我真是假扮姜濤 再入你的IG那裡 多射你幾次 等你又出了幾篇文 以一個受害人的 受害人的高地 去批判姜濤 先 等我這件事 沒言沒了 即是你明不明白 這樣操縱 是不是 即是高等仔 現在真是苦口婆心 去告訴你 Grace 即是你說 這一個月 神隱再不說 是不是 即是不回應這件事 是不是 但問題上 就是 問題上就是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Grace姐你想怎樣 是不是 你說神隱 你可以不神隱 你可以是甚麼 你亦都說 什麼回應都可能是假 你說得出神隱 這個回應的所 即如果你是這麼堅守 這個神隱的原則 即這個月 什麼都是假的 那你就說得清楚些 什麼可能是假 其實老實說 老實說 現在的社交媒體 理論上 只有你操縱到 你自己的社交媒體 在我的社交媒體 發文 難道你又用了一招 就說 這個帳戶被黑了 這樣 裡面說的東西 就並不是本人的立場 這樣 現在沒有人用這招 是不是 你要不就不要說 一說你在你自己的帳戶 全部都是當是你的 即是包括這個所謂的公告 所以 我也想問一下 Grace 如果你想這件事件平息 公安仔真是建議你一句 不要再搞這些什麼公告 不要出這些回應 post 因為你搞這些事情 只會令到這件事件 活完活了 即是甚囂塵上 甚至是說火上加油 即是你說這些事情 不要說姜不姜糖 很多別有用心的人 是會承著你這件事的發酵 再搞多一輪功勢 即是我經常都說 是吧 我一句這樣的名言 白人雖不是你殺 但是他其實是死於你手 是吧 所以就千萬不要做這些這樣的事情 即是做一些有智慧的人 即是去做一些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千萬不要被人有機可乘去利用你 現在其實很多人在利用你 是吧 那些haters在利用你 姜濤的對手在利用你 那些毒粉群在利用你 是吧 你現在只不過是一個基本上的棋子 被人在利用 你都還要再衝出來 所以其實就是相當不治 其實我某程度上都計算是不值的 亦都不要這樣去做 明白嗎 就是這樣 好 今節姜濤的中日新聞報道就是這麼多 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